演出之下連拿5分 那現在反倒在球隊方面13比7取得了6分的領先 來回顧一下信安在先前他比賽了一些精采的表現 在當年這一球的確是造成了一個比較大的爭議 撇開正義不說 信安這一球的這個能力的展現 我覺得這樣的一個動作可能台灣目前也找不出第二個人可以做得出來 沒錯從右邊拉到左邊 而且還在換手真的是非常可怕的這樣的一個彈跳跟滯空能力喔 我們在前面的這一下同樣 齁齁齁齁齁 再來一次 我這球是沒有那麼誇張的